6月25日,前中国跳水运动员秦凯与前国家队队友合资在西安举行婚礼 自2016年里约奥运会之后,中国跳水金童玉女的婚期颇为引人关注 6月10日,秦凯在微博中写道,有情人终成交属,和你相伴一辈子 6月25日,我们结婚了,此后合资转发调侃,你还可以单身两周好好享受 秦凯在微博上宣布婚期后,其与合资的婚纱照已在网络上曝光 2016年里约奥运女子三米板决赛赛后,秦凯在赛场上想获得银牌的合资求婚 在全球直播下,这一幕成为里约奥运会最令人难忘的浪漫瞬间 随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秦凯直言,当时紧张到发抖 婚礼现场记者看到巨型的舞台不仅由水流行的框架与花裙组成 合资与秦凯在写有水的画板上,共同绘制了代表永恒的泳字 随后秦凯还现场演唱了一首写给合资的歌 在五年前的伦敦,一个女孩给了我一个拥抱 那拥抱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在一年前的礼约,走出这一步的人是我 我愿意用一生去照顾你,我愿意当着全世界说我爱你 在婚礼现场,秦凯面对合资,动情说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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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